健康2.0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家庭医学科医师侯俊颖 代谢症候群 其实大家听它的名字就知道 它不是一个疾病 它是一个病前的症候 所以我们用症候群 来给它命名 我用代谢症候群当中的三高 所谓的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 这样三个疾病诊断码去算的话 那目前我们国人的代谢症候群 大概是有17%左右 那这当中如果你又再把性别拆开来看的话 男性会比女性高 男性是高达20%左右 那女性是15%左右 对我们临床工作者来说 三者都一样重要 因为已经有非常多的统计研究 我们就发现这三种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 它三者的共病性 所谓共病的意思就是说 你有A这个疾病 它同时也有B或C这个疾病 这叫共病性 共病性非常的强 所以这三者就是我们通通都要非常注意 饮食的部分 饮食的部分 这边大家应该都很熟悉 就是少油、少盐、少糖等等 那这边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比较新的消息 就是今年美国的FDA的饮食指南 它有做了一个小小的变更 因为过去我们的观念都说 胆固醇你不要吃太多 蛋黄都不要吃 最好就是都吃很清淡的水煮汆烫 但是其实他们后来发现 胆固醇这个东西 其实大概三分之二 甚至更高的比例 是我们身体自己制造 所以如果你刻意吃到极低胆固醇 甚至零胆固醇的饮食的时候 其实并不会去降低我们身体 胆固醇的量 因为我们身体是会自行回收制造的 那如果你刻意吃到太低胆固醇 有时候反而你会丧失一些其他营养素的吸收 那最重要的就是 如果你吃了这一大餐 你心中感到无限的罪恶感的话 那其实我也可以鼓励大家 你吃完饭后稍微散步走个十到十五分钟 那如果心有余力 甚至你大概散步休息 觉得身体就是没有那么 肚子没有那么保障的时候 你可以来进行当天的三十分钟的运动 那最简单最好记的原则 就是所谓的三三三 就是一周三天 然后每次至少三十分钟 然后运动的时候的强度 大约是心跳一百三上下左右 很多人可能会想说 我目前呢 虽然说我的体重比较重 或是我腰位比较粗 但是我去做一些 比如说有些工作的检查或什么 会抽血发觉 我都没有红字啊 那我是不是就不需要担心这件事呢 大家就是千万要记得 因为代谢症候群的疾病 它所带来后面这些疾病的风险 比如说心脏病 或者是脑中风 然后最终导致死亡 这些它其实都是需要一段时间的酝酿 那以糖尿病来讲 大概平均如果你血糖控制不好的话 大概最快甚至五年内 你可能开始就是会有些病发症出现 所以就是我要劝所有年轻人 其实以预防医学的这个建议来讲 18岁以上你就要开始注意你的血压 那如果你本身有肥胖 或者是家族有三高病食的人 那我会建议你30岁或35岁 你就要开始有这些高风险足矩 你就要开始去监测你的血糖跟血脂 尽管地 海温 извл湿 海温 海温 海温